拱汉林收藏20年签名球全是假的 董璐发生再讽刺 再送双球鞋凑齐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砍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拱汉林以及董璐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想和大家说一下 那么最近的关于拱汉林以及董璐互相之间会互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拱汉林老师呢在此前的因为假签名事件的一度上了热搜 当时呢他还道歉回应了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看到了当时呀因为欧楚良这个名字写错而是确定是假的之后呢 欧楚良本人呢作为民宿国角还在事后呢进行回应并且答应了要送拱汉林老师呢 一副正常了20年的签名手套 所以可以说对拱汉林老师而言呢虽然说当时因为假签名的这个足球的事件呢 确实闹了整个网络都是非常的尴尬 但是呢事后道歉并且得到欧楚良本人的一个 原谅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算是过去了 只是没有想到那么随着在最近的拱汉林老师再一次在视频当中回应董璐的时候呢 同时又赛出了另外一个女足球员签名的足球 没有想到这个足球呢和之前男足签名的足球一样也都是假的 目前呢根据女足名将蒲伟呢在最终啊 龚汉林老师视频当中的评论区回复说的那样 他说龚汉林老师 貌似啊这个还真的不是我的笔记 所以其实啊他的一个这样的说法当中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呢 这一次龚汉林老师 赛出了所谓1999年的黄金一带坑枪玫瑰 球员签名的足球呢 又是假的又是赢品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呢 又遭到了很多球迷的质疑 甚至连董璐本人呢也在处站出来发声讽刺龚汉林老师 他说啊 之前呢欧楚良呢送给了龚汉林一个手套 现在的话蒲伟呢再给他送一双球鞋 就凑齐了 有手套又有球鞋之后呢又加上一个球呢 完全可以上球场去打比赛了 那么从董璐这番话当中啊 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呢 他这一次可能又觉得啊 龚汉林又闹笑话了 确实呢相比较于之前欧楚良那个足球签名是假的话 这一次龚汉林老师没有吸取教训 又赛出一个赢品的足球 那么可能呢 对有些球迷来说 确确实实是太不严谨了 当然啊从目前来看龚汉林老师呢 他道歉的态度还是非常诚恳的 在收到普伟的回应之后啊 龚汉林老师也再一次录了视频 并且回应他 说啊那么其实呢自己也非常的 抱歉 而且呢自己作为普通球迷 确实没有办法分清楚 到底是不是 真的签名 但是他也强调说呢 即便是假的签名呢 也不影响自己 喜欢中国足球 他也希望我们中国女族这些坑枪玫瑰呢 能够继续加油 所以说说话我觉得啊 其实就像龚汉林老师说的那样 这一次虽然说两次赛签名足球呢 都是赝品 但是呢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普通球迷呢 确实不太去好分辨 这个签名到底是真还是假的 而且呢这两个足球 他自己本人的都已经正常了20年 从这个世界里面就已经看得出来 他真的是喜欢中国足球 否则的话他也没有必要呢 把这样的一个破足球呢 这样的一个有破损的足球呢 增长了这么多年 从这一个行动 这个细节当中就能够看得出来 那么龚汉林老师起码就是一个 真的球迷 所以我觉得外界也没有必要呢 再就着龚汉林老师这个假签名事件不放了 那么他老人家呢 也确确实实是真心 为了中国足球发展 做考虑了 那么对我们球迷来说 可能我们应该呢 更多的把焦点放在我们中国国足 未来应该走向何处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水平 这个问题上 可能呢 会更加有意义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 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疗球 拜拜